欢迎收看羽翼说 甜蟲剧年龄有可今年特别多 上半年在游酷播出的《冰糖盾雪梨》 播出阶段也是频频登上微博月搜 之后在湖南卫视的都市爱情剧《幸福出说可及》 有豫豫风情的甜蜜热巴和帅气逼人的黄锦鱼住院 各有演员赵如新所主演的两部甜蟲剧 暑假党的古装爱情剧《传言》中的陈青千 和前段时间刚完结的都市爱情剧《我喜欢你》 就在前一段时间 爱情视频也紧跟着各大视频网站的脚步 上进了一部敦视爱情剧《半世蜜糖半世伤》 《半世蜜糖半世伤》这部剧上镜后 播出两天就在爱情战内热度突破了8000 可见它的热度多高 之后这部剧的导演还放出狠话 热度还会破9000 还表示马上原班人马筹备第二部 这部剧的男女主设定是亲密竹马 女主患有重度、眼泪、过敏症 而男主在职场上战无不胜 她对自己喜欢的女主超级毒蛇 饰演男主的演员是罗芸汐 这几年在演艺圈 罗芸汐也是一位刀红小生 当初在大兴故障玄幻剧《香蜜蜜蜜进入霜》中 扮演的悲情男二夜深润誉 另一时间成为了多少少女心中的白月光 这周的她不受父神重视 母亲也被天后杀害 甚至连自己心爱的女子也得不到 最终黑话 罗芸汐在这中将黑话后演得并不让人厌恶 而是让人对她的遭遇感到无比的同情 所以《半世面堂半世商》这部剧 由她饰演男主也是对这部剧的加成 而与她搭道的女主是演员白露 这几年白露也主演了许多电视剧 同时这些电视剧的收视率也都不错 可白露并不是专业表演毕业的 白露出生的家庭非常普通 是一个公新家庭 白露在13-14岁时 她开始在家看韩剧 被集中的韩国文化所思议 叶蒙生了去韩国当立体生日小法 于是在成年以后 白露带有妈妈的配方下 去往韩国SM公司 参加当时的立体生训吧 可天不随人愿 白露最终没有被SM公司选中 以失败的结果告终 但是白露并没有放弃她的明星梦 在结束巡秀回到家后 白露开始在虚旧服装店 给品牌拍服装做模特 最开始做模特的时候 也是被许多人骂丑 甚至还有许多人骂她整过游 但是面对一些责骂和质疑 白露都挺过来了 在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后 白露开通了自己的微博 将自己拍摄的照片放到微博上 小狼女孩的照片当然是会吸引到人的 她的微博渐渐的就有了许多粉丝 后来白露也会帮杂志文艺分享拍片 大多拍摄的类型都是活泼可爱的 与虚旧的拍摄风格不一样 2015年 白露陆续参与了猫的树工作室出品的多部微电影拍摄 并担任这些微电影的女主角 在微电影中 白露笑起来露出的可爱骨牙 当时惊重了不少观众的心脏 在猫的树微电影饰演角色 这才算是白露开始真正的接触演员这个职业 2016年7月 白露在《陆虎丹曲》留言MV里担任女主角 与白露一起饰演主角的是最好的我们的男儿王月希 故事由一封结婚情节展开 男孩宠流就地 可以毕业前当那些美好诺言 在这部MV 让白露的影迹已经很不错了 在这个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每一个为自己为了努力的人 总有一天会有机遇 会发光的 在上演员激发的这条路上 白露摸爬滚打了两人 终于遇见了她在影视圈会为余政 我们都知道余妈妈总是会在微博上 凡沙士能说一些娱乐圈的事 大家也都尽快不怪了 当年由于这拍摄的穿越剧《公》 《公》在当时可是火爆了全国 导演余政也行借这个穿越剧《大火力吧》 余政在于猫的树工作室前一后 也将猫的树的白露牵下 余政在牵下白露后 曾在微博上发言 表明自己对白露很实看好 之后白露肯定会火 同时她也用自己的行动 开始逼捧白露 余政刚把白露牵到旗下 便给了古装剧《大王不容易》的女主资源 在这部剧里 白露实验的刁门翘出娘打喜 小小的吸了一波粉 与她搭档的演员张艺杰 也曾夸过她模仿能力不错 后来白露很评级该剧 获得通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潜力 电视剧《女女演讲》 2016年9月 白露正式投入神话史诗剧 《招歌的拍摄》中 在剧中饰演武艺高强 性格破烂的女将剧邓禅玉 仍然可惜的是 由于某些原因 导致这部剧《倒入机》也还未播出 从此以后 白露正式进入女人圈 开始了她的演员梦 2017年 白露在大型古装剧《凤穷皇》中 令人分身感觉 一边白露需要扮演的是 经过不让薰眉的霍将剧 另一边白露需要扮演的是 妖娃妩媚的月娘子 当时白露还只能作为 演员圈的一个新人 仅仅刚完成了 第一部电视剧的女主角 就在街道的第二部剧中 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 还得分身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 在被记者采访时 白露表示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的情绪 对于能够精确的把握 人物的情绪很关键 一旦演不好这两个角色 接受的将是观众一大堆的评判 对之后的影音生涯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尽管第一次 一元分身两绝很有难度 但白露却丝毫没有放弃的想法 她会花更多的时间 去琢磨人物情绪 有时候琢磨胡头 也会去请教导演 这样努力的演员 怎么会演不好 电视剧凤秋皇在播出后 当进入剧情的未复天时 白露饰演的霍玄与月玉起上线 这两个角色仍是讨喜 白露的春色的演技 让观众不在这两个角色中放戏 她演出来霍将军的英姿萨爽 也演出来月娘子的妖娥多姿 可由于饰演霍玄和月玉两个角色 一些网友认为她的戏份过重 还挑看凤秋皇便霍玄传 面对网友的质疑 我们幽默的白露在接受采访时 大致地说道 莫选转了吗 好像是月孕一直在转 当然玩笑归玩笑 打剧过后的白露 还是向大众解释道 只是那几集的戏份集中了一些 到剧情到了后面 就会好很多了 表示每个演员 其实都是为了 共同完整这个作品 为了使这个作品 更加具有完整性 由于白露在这部剧中里 优异的表现 在2018年 白露凭借凤秋皇获得 年度戏剧前例一人奖项 在这以后 演员白露在老板余正的力碰下 在之后拍摄的几部电视剧中 白露始终担任着女主角 2019年1月 白露拍摄了古装学幻剧《招摇》 白露所饰演的角色 是一个令魔心两道 玩风放满的霸道女魔头 剧中的白露 一袭红衣 英姿飒爽 宛如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 不管做什么事都很招摇 而白露将剧中的角色诠释得很好 与他搭档的男主角徐凯 也是女政公司的 这也不是他俩的第一次合作 前面几部中 也有小小合作一番 但是作为一部剧的男女主角搭档 算是第一次 当时这部剧播出后 话题量也是相当的高档 剧中男女主角也是狂洒狗粮 让许多人羡慕剧里面他俩的爱情 白露也凭借这部剧 又圈了一大步的粉 紧接着白露在烈火军校 再次担任女主角 与他搭档的依旧是一名直凯 这部电视剧中的白露 饰演了一个男伴女装 风味低效 并帮助去世的哥哥 完成梦想的女生 剧中的白露十分道人喜欢 男装版像也是很矮 要知道一个女生在一堆男生中 想要做到让观众看着别扭 造型不仅仅理想男生 身形姿态都不像男生 而白露的男装虽毫不若气 除去身高体型和距离 难以为有差距 让人还是很入戏的 而且白露为了演出这部剧 还将自己的一头秀发紧程的转发 导致之后在《世界欠我一个初恋》中 还一直戴着假发 在演这部的时候 白露需要拍摄各种打戏和语系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 白露作为一名演员 是真的很难吃苦了 白露时常也会在这部戏中 加入自己的想法 观看这部剧时 可以看出白露的眼睛里面 是有戏的 往往一些搞笑的片段 或者一些平常的片段 这些并不起眼的片段 白露却总能抓住观众的眼睛 让观众沉浸在他的影迹中 烈火军校在播出时 许多观众爱看许卡和白露 在其中打起骂俏 之前两人共同拍摄的招摇 就涌出以大波的CP粉 面对两人再次 以男女主角合作的烈火军校 许多CP粉高兴不已 可这部剧在播出以后 两人拍摄的一部分花式流出 其中一个片段 就是白露掐了一下 许卡的屁股 由于这个配断 导致当时各大媒体报道 认为两人动作太过亲密 是否已经在一起 这一报道 当时可是在微博上 引起了轰动 有网友甚至把 白露母亲的四众微博 都给翻了出来 面对媒体的质疑 事后有人重新说 是白露在给许卡调整威亚 老板愚者表示 依然会让两人 有更多的聚合作 让那些黑粉无所遁形 事情平息以后 白露坦言表示 网络暴力真的太可怕 并劝告大众 你以为的野行 永远只是你以为的 人要为自己而活着 不要活在对别人的 行头人族里 尽管出现了这么大一个误动 但剧中白露的影迹 也是值得肯定的 如今还未完结的 半世蜜糖半世伤 所以女主角的白露 在剧里面的描述 也是可缺可定的 白露在剧中是影将军 凭借着她的高预级 和初次的影迹 缺分无数 不论是大王不容易中的 刁难翘出娘打喜 还是凤秋皇中的 一人分尸两绝 抑或是烈火军校的贾嫂子 甚至最近才播出的 半世蜜糖半世伤中 患游眼泪过敏症的僧君 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都是对白露的挑战 正是因为这一次次 不同的角色之业 让她的影迹 得到了大量的锻炼 所以从这些电视剧中 我们可以看出 白露影迹的飙升 白露是幸运的 却又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 但也一圈闯到几年 终于还是有所成就 有了自己的代表作 收获了一大波 真心喜爱她的粉丝 也算是 现如今当红的女演员 不幸的是 她在影中的科班影运中 显得就不是那么专业 导演用她也得考虑一番 要明白 白露作为一个 非科班出身的演员 一开始在 从演员这条路上 她没有市场 也没有演技 有的也只是 心中的一腔热血 而白露却凭借着 自己的一腔热血 走到如今的位置 在演员的拼骨的道路上 也受到了许多的质疑声 很曾被网络暴力过 但不忘出息 这些总会过去的 白露出道时 曾经在经受采访的时候 说到她下一个梦想 就是给妈妈买房 如今已经出道 五年的白露 被采访时问到 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白露说 一套房子 给她妈妈买房 一直都是她的梦想 而在经过五年奋斗后 她最终也实现了这个命枉 她凭借自己的能力 改善了家庭的环境 她觉得很是骄傲 小时候依靠父母 长大后 她希望成为父母的依靠 在家庭方面 白露是一个 笑顺听话的乖女儿 当年在做模特的时候 摄影师要约拍 父母要求她不能出手 她也是听话 除了看摄影师 拍摄作品的质量 还得看看 是不是手腕拍摄 在影院方面 白露任劳任怨 由于本身不是科班出生 她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努力钻研 每一个角色 能力也好 每一个角色 白露在影院圈 能有今天的造就 离不开她的每一份认真 她的每一份努力 当初她喜欢看韩剧 便自学韩语 她喜欢跳舞 便自己找来视频学习 看过她跳舞和说韩语视频的人 不敢相信她是一个 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人 白露是一个很有灵魂的人 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努力学习靠近 只有自己伸手去抓 梦想才会被抓在手中 从中专学生到淘宝模特 从淘宝模特 到微电影的主角 从微电影到现在的名演员 每一部路都是白露自己走出来的 希望这个努力的女孩 未来的仙徒 依旧璀璨夺目 在爱奇艺 半世蜜糖 半世商还未完结 我们依旧为剧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沉迷 依旧欣赏着白露出色的影迹 可就在星期天 腾讯视频就官宣了 10月23日 江上信白露主演的另外一部戏 《九流霸主》 这部戏是一部古装甜宠新喜剧 看见这部剧的宣传剧照 白露身着一身粉色补妆裙 让人引擎一亮 不由得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不知道这部剧中的白露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欢迎订阅鱼艺说频道 观看最新的影视娱乐资讯 只需要这里 我也会给你 金家 recommend 得舞台 怀疑 帮助